找编联系您 好了 马上把时间交给袁建新 和今天到场的嘉宾们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所带来的最新观点 袁建新 你好 李婷也好 今天市场尤其上增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高开以后 上下震荡 数量调整 走出了这么一颗十字星 问题是这个十字星 放在短期的一个环境当中 冲高回落以后 在这个位置 算不算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 我想可能是我们 必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其实今天的这个位置 非常的微妙 放在本周的一个市场来看 周一一根大阳线 周二周三到今天 连续三天的一个回落 都是阴线嘛 连续三天的一个回落 周一的这根大阳线 上增指数是没有差距的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颗十字星 有止跌的一个信号的一个意味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但是如果从 其他的一个角度来看 你比如说板块 活跃的一个角度 那板块活跃的一个角度呢 周一那很明显 是以高科技为主 芯片半导体 一片红 甚至有好多都是掌钉板 那今天 有没有回到之前的一个氛围呢 显然没有 今天这个板块 是跟周一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市场没有回去 只是到这个位置 可能有一个休止符 可能在这个位置 要来来回回 震荡一段时间 那这是从目前 从板块的一个角度 那从成交量的一个角度 周一一万多亿 逐渐开始回落 到今天只有七千多亿 那从成交量的一个角度来说 毫无疑问 打了一个七折 打了一个七折 在这个位置说明什么 至少说明抛盘已经不踊跃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市场是高开的 冲高回落在这个位置震荡 成交量的一个萎缩 同时也意味着在这个位置 观望的气氛浓了 不愿意主动的往上推高 你跌下来 我可能敢买 冲上去有人给你 所以才会形成一颗十字心 对不对 所以假如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还是刚才的一个结论 可能在这个位置有一个休止符 而不是重新扬翻起航的 一个过程 还没有到 还有一点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点位 有没有注意 其实从八月份 大概是八月五号 六号左右的一段时间 当时市场曾经有过一个 显著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那就是3333点 然后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围绕3333点上下震荡 有冲过去的 然后回来 回来再跌穿 再次回到3333点 那今天实际上又回到了这个位置 我们有理由相信 市场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 仍然围绕这个3333点上下来回做文章 当然目前情况下 从整个格局的一个角度来看 是对多方是稍微更有利一点 这个稍微更有利一点在哪里呢 几点啊 一个呢是六十均线 目前在多头的一个手上 第二个下方有两个缺口 也同样在多头的一个手上 对于空头来说呢 目前只是气势受挫 换句话说 本周大幅的一个上下回落的一个震荡 可能是因为受到外围市场的 消息面的一个因素的一个影响 打乱了一个节奏 节奏打乱以后 那现在队伍要重新排过 快的话 也许只要四五天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们从技术上 只能确定它是60分钟 120分钟级别的一个调整 日线级别或者周线级别的一个调整 目前还没有技术的一个依据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下周 应该要重新有一个起航的一个动作 但如果说一定要有一个 重新起航的一个动作 那就像刚才我们给大家树立的 你板块成交量等等 都要回到之前的一个状态 如果回不来 继续盘 继续调整 那么这是对今天盘面 我们看盘的一些情况 先跟大家做一个汇报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盘面一些重要的一个情况 一个是北向资金 那北向资金呢 今天从整体的一个角度来说 是流出不多 五个亿 但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 护生 护股通和深股通呢 换了个个儿 护股通呢 是流出了 但流出幅度不大 总计只有17个亿 深股通呢 是流入了 流入幅度同样不大 只有12个亿 除此之外 我觉得今天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段 这一段呢 是上午11点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突然一下子 大幅流露 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看到 券商板块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大幅的一个上升 券商板块大家都知道 在整个市场当中 有人气板块支撑 这个时段 啪一下子打起来 上升指数也 冲上了一个高点 但是很遗憾 券商板块自身 好像今天 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 它自身不硬 冲了一波以后啊 一路回落 一路回落就造成 今天实际上下午啊 市场在默默无闻的 在寻找一个平衡位 所以从这个北向资金的 一个角度来说 今天也参与了 券商板块的一个拉升 但是很遗憾啊 没有气吻 再来看一下 互生两次板块 涨跌幅的一个情况 今天板块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旅游酒店啊 有类似于像周二的一个行情啊 走在了一个前列 包括啤酒 海南自贸区啊 也差不多 此外呢 降解材料啊 作为化工领域当中啊 一个分支 降解啊 这个数量啊 应该说也是市场 包括我们嘉宾 也谈到过多次的一个板块 那么今天呢 是冲到了一个前列 数字蓝升啊 这个呢 是作为高科技领域的一员啊 前些天呢 我们嘉宾也聊到过啊 那今天呢 是冲到了前列 此外下跌前列的呢 总业园区开发 乡村振兴 转金以及大豆 其中三个啊 像总业 转金和大豆啊 实际上可以算作是一个板块啊 那么今天呢 是出现在下跌的一个前列 总体上今天下跌的一个板块呢 跌幅都不大 没有超过3%的 来看看板块的一个情况啊 我记得好像昨天科创板前世大权重当中 大概只有一家是上涨的吧 区域都是下跌 但今天啊 面貌得到了大幅的一个改善 7家上涨 其中华西生物啊 涨了7.16%啊 这个呢 是属于医美行业 当中比较重要的一员啊 那再看一下踹板 踹板呢 是两家下跌啊 两家下跌 金融鱼 作为次心股啊 昨天呢 是冲高回落啊 今天呢 是大幅回升啊 涨了9.16% 也看来 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一些次心股啊 还是表现比较强劲 左板市场跟昨天完全不一样咯 昨天好像一头一尾啊 昨天一头一尾是下跌 但今天呢 除了这个 一头啊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贵州茅台 是有小幅上涨之外 7.9家啊 统一都是绿盘 都是下跌 所以今天主板市场 能够收出这么一颗实施心 难能可贵啊 因为主板市场当中 权重表现不佳 所以今天还是以小票为主 再看一下中小板啊 中小板呢 是三家下跌 其余的7家啊 都是上涨啊 那看来 除了主板市场的权重不计之外啊 其余的权重 还是表现不错的啊 那么我想今天市场的这个十字心也好啊 这个今天市场有止跌反弹也好 到底如何来研判啊 那还得请出今天来到场内的两位嘉宾啊 我们先请出两位啊 那一位呢是这个 这个魏 魏宁海啊 另外一位呢是阿丁 丁伟明啊 两位好啊 那今天呢 我们可以看到上证指数呢 搜出了一个十字心 这个十字心呢 又缩量啊 算不算起稳的一个信号 丁伟明 阿丁怎么看 我的看法是短期应该是起稳的 这里有一次反弹要求 有一次短线的反弹的一个要求 这是阿丁的一个看法 那魏宁海对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呢 好的 我认为呢 这个地方呢 可能是起稳有反弹 但是呢 成交量是一个关键 成交量是一个关键啊 那换言之 是不是这个反弹 这个幅度要取决于这个成交量呢 我们请老魏展开来跟我聊聊 好吧 来有请 好的 那么今天市场呢 我们其实也看到啊 是因为主力资金呢 都没有太大的表现 包括我们的这个北向资金啊 那么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北向资金也没有太大的表现 那么盘中的那些主力资金呢 其实也是啊 它的情绪不太高涨 那么我来说一下上证指数啊 那么其实上证指数呢 它目前是呃 在一个相体的靠近上压力的这个边缘啊 去做一些震荡 那么我们说这个曾经啊 出现过一根放量一万亿的这个大阳线之后呢 后续的这个资金呢 没有跟上啊 但是呢 它这个高度呢 已经达到了我们相体的上沿 呃 靠近三千四百点了 那么三千四百点这个平台呢 是呃 我们说这一段时间反弹以来啊 就将近半年反弹以来的几个高点都在三千四百点的左右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头部 那么三千四百点这个地方呢 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 那么我们不排除有一点就是你必须继续的放量 如果放量的话呢 啊 去突破三千四 那么这个我们就另外计算了 那它有可能是会创新高 但是在没有成交量的情况下 它想要去突破三千四的话 那么这个难度就比较大了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啊 它会在这个三千四这个相体啊 就是上沿 那么中轨在哪里 三千三百点 如果它的这个下沿呢 基本上我们也说就在三千二吧 它在这样一个相体当中呢 它可能会横盘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啊 就就从现在开始 它就一直处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会盘的稍微久一点 可能要进入到十二月初吧 可能到那个时候再去选择方向 那么短期的企稳呢 那它会有一个继续啊 去测试上压力的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上证指数 那么对于我们的创业版指数呢 其实创业版指数啊 我们虽然看到这两天是有拉回的动作 但是有一点啊 这个我们请老袁 把我的那个PP打开 我们看一下 其实从周线上来看啊 它并没有破坏上升趋势的那条切线 并没有破坏 而且呢 它在月线上呢 也是上升趋势 也没有得到这个啊 也是没有破坏 那么周线上的这个支撑位呢 在2660点这一条线 基本上在这里呢 如果在它之上的话呢 我们说它还是属于一个 比较稳定的 就是短期的调整 没有改变它这个中期的一个趋势 那么假如说把这个2660点的位置给跌破了 那我们确认它跌破了 那么我们重新要看这一波的这个结构了 结构发生变化了 那基本上呢 在到12月初这段时间呢 它你说要下跌 也没有大的幅度的下跌 它基本上就是围绕着这个平台的空间 去做震荡 那么我们就要轻指数 要开始要重个股的这个操作的是这样的 实际上老魏你刚才说的两方面啊 一个是主板市场啊 它目前呢 是在一个箱体当中的一个盘整啊 那对创业板来说呢 有一个下上升的一个切线 只要不跌破啊 就问题不大 那回过头来说呢 有两个问题啊 一个呢 就是有关主板市场 那目前情况下 你刚才提到了 如果没有比较大的一个成交量 是无法突破上方的3400点的 那么目前的一个成交量 也显然 离这个你刚才说的放量的话 恐怕有点距离 那如果说未来要想突破的话 你觉得多少成交量 从这个角度来看 能够保证市场能够往上冲呢 其实我们在前两天看到 那个两市加起来是一万亿的那个成交量 那么还是要以这个为基量 为这个为基量 就是如果后面能达到这个量能的话 就携带这个量去突破 那么我们说还有机会向上靠一靠 但是如果一旦是达不到这个量的话 基本上后面我应该觉得是就是一个震荡 那么其实呢还有一点就是 咱们从这个市场的这个温度计上面呢 也能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 那这个市场温度计呢 要么一会儿展开 一会儿展开 我问题还没问完 这个实际上呢 目前情况下呢 刚才说一万亿 恐怕要有的话才能够往上 那7000亿稳得住吗 如果稳不住的话 那未来往下 向下走的话 你觉得会突破 往下突破这个箱体吗 其实它往下突破箱体的概率 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这个地方 它没有那个大跌的这个结构 也不会发生 它基本上就是维持一个箱体 它的量能越缩小 其实就像您刚才讲的那句话一样 就是它的抛压也是比较稳定的 那么其实资金呢 也是存量资金 它只不过是在里面切换 就好比它从小的切到大的 从这个高的切到低的 它只不过是做一个切换动作 其实对于这个指数来说呢 它的大的风险是没有 暂时没有 这是主板市场 那回过头来 我们再来研究研究创业板 创业板呢 实际上这根上升通道下 离目前的位置很近 它会不会后市无法沿着这根上升通道继续上行 如果有的话 向下的空间大不大 是这样的 那么这根上升趋势线呢 其实它是经过几次的 就是这个拐点 落在这个上升趋势线上 那我们都知道 就是这个拐点落上去越长的话 就越多次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有效性就越强 那么而且在越线上呢 同样在2640左右 也有一个这个支撑位比较强 那么加上我们周线的 那其实就是20点左右的一个支撑带 那么这个支撑带 它只要没有有效的跌破 盘中打穿再拎起来 这都没问题 没有有效的跌破的话呢 我们说这个结构呢 还暂时没有发生变化 如果跌破的话 空间大不大 如果跌破的话 它的这个空间的话 我们要 还是要用那个下跌ABC的结果 那么它就产生一个头 然后调整一下 起来再做第二个头的话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 好 谢谢温宁海 其实呢 我在这边为什么要追问呢 就是有一些技术派认为 在这个位置 创业板会不会形成双头 我想如果形成双头的话 那形成的一个双头 往下的一个杀伤力 还是有一点 所以暂时先把这个上升趋势线 把它看看牢 一旦跌破 你可能还是要采取一些措施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丁维明阿丁 听听阿丁 在目前这个位置 你刚才也说了 可能只是一个反弹而已 为什么 短期看反弹了 因为今天成交量一下子萎缩下来了 那么市场的抛盘也不重 包括板块之间的抛盘 那么我还是用 我今天带来的还是一张创业板的图表 那么就这张图表 就拿这张图表 我们来说那个短 我个人对短期和中期的看法 短期我认为这里跌不动了 要有一次反弹要求 因为从上次的反弹高点 2873点下跌 那么也跌了一个小五浪 小五浪跌完 它总要反弹 那么包括今天那个盘面的情况 成交量一下萎缩 抛盘也减轻了 那么不排除明天可能就有反弹 那么反弹呢 我认为不会再去那个 本周一的反弹高点了 可能是一次弱反弹 那么反弹的位置 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创业板反弹 2770点 就是看能不能突破 那么这是对短期的观点 短期我认为也不会大幅下跌了 会有一次反弹 那么反弹 就像老魏刚才说的 我们结合成交量 结合板块表现 再去判断它的强弱 那我目前主观的判断是 反弹到2770那里 那么这次反弹要求也就满足了 那么这是对短期的看法 那么对中期的看法 还是这张图表 因为之前来做节目 上周四来做节目 我的看法也是 创业板还在反弹 但是反弹到2800上方 大家要注意一下 包括那个时候 是34天的时间窗口 也差不多了 结果本周一大涨之后 周二就开始下跌 一直调整到现在 那么中期的观点 我认为就是 市场的箱体震荡走势 还是没有完成 还要继续震荡 因为这个箱体走势 我在节目中 已经连续说了一个半月了 就拿上阵指数来说 箱体的下延 无非就是3200 箱体的上延 就是3400点上方 那么这是大箱体的震荡 这个中期的观点 到目前为止 我想我还没有改变 这个震荡还会延续下去 不排除延续到12月份 下个月 那么市场 才会重新选择方向 而当这个震荡完成以后 大箱体的震荡完成以后 我主观的判断 后市的方向肯定是向上 那么现在我们要耐心 就是等它这个箱体震荡结束 那么短期之后 短期行情 就是走得更加极端了 从周一开始 我们看见 出现了一种折返跑的行情 就是震荡更加厉害 大家都学过体育课 折返跑 100米的折返跑 200米的折返 浩费体力 起点回到中点 中间回到起点 现在市场就是这样 包括很多 这两天很多个股的表现 就是这样 你如果没有在高点果断出局 那么它又回到了 你原先买入的价格 那么原先的买入价格 再反弹 你还是不出局 就是这样来来回回的 一个折腾 这样折腾 体力都消耗完了 对对对 所以还是要把握这个区间 那么为什么说 箱体是那个 这个箱体 大箱体震荡走势 还没结束呢 因为影响这个大箱体震荡的 三个因素还没有消除 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在节目中 和大家交流的 高估值的股票修复 估值修复 还没有到位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到位 一批股票 已经调整了一段 离它的到估值真正 又到大资金 一个认可的程度 还没到 第二个 就是那个股价的重新排序 三季报发布以后 它股价要重新排序 那么高价股的回归 和低价股的那个 业绩好的低价股的上涨 这个过程也在进行中 那么我们近期看见 几个明星板块 汽车 白酒 新能源 目前已经出现了高位滞涨的一种 那个迹象吧 可能不排除这一批股票 他们也进入高估值了 高估值阶段了 不排除会调整 而今天的盘面 我们看见这两天 一批三四块 五六块的低价股 业绩好的 开始底部有成交量放出来 低价股开始往上走了 那么在高价股回落和低价股上涨 这个平衡 也就是股价重新排序以后 三季报以后 股价的重新排序 没有结束之前 市场没有找到那个平衡共振点 重新向上 发动上涨行情的情况下 我想这个相提震荡还会延续 那么大家就是要注意 眼下就是这种 很极端的折返跑行 那么尽量注意 就是大盘的相提震荡的低点和高点的把握 无非就是高点走 低点满 要熟悉这个节奏 好 待会我们在结合操作的时候 也跟我们聊聊 这个折返跑当中 操作的一些要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场外嘉宾 今天请来的场外嘉宾 先请出第一位周小刚 请周小刚给我们聊聊 今天市场上证指数 所谅蛇字心 算不算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 来 中正100经历了三天的回调 但并未弥补 本周一留下的跳空缺口 作为市场的临涨指数 并未出现中期头部信号 虽然短线串案板指数反弹概率大 但需要注意上方2755点的阻力 影响串案板指数的权准股 还在今年以来的最高位附近 操作上个人关注汽车零部件 PCB板块中的个别公司 好 谢谢小刚 他观察的中正100 没有出现一个中期的头部信号 下面我们先进入福利放送环节 那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套 2020年主线布局手册 下载九方字头APP即可领取 手册共包含四个部分 分别是科技股长宝图 强周期股配置方向 新基建投资版图和大消费抄底攻略 这本手册聚焦的四大联盟主线 关注细分领域龙头 跟踪各股投资逻辑 称得上很实在的投资运货了 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 下载APP来领取 好的 欢迎回到场内 我们要请出两位嘉宾 既然市场开始出现了一个反弹的苗子 这个位置跌不下去 如何操作能够使得自己有可能会盈利 先请出魏宁海 听听魏宁海的想法 来 有请 好的 那么我们发现了 这两天的市场的热度 热情并不是特别高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居然有白酒板块的龙头 和农业里面的龙头 它们两个却标得很高 那么如果想要一波行情出来 一定会要找一个新的板块出来 那么只有那两个龙头下来以后 资金重新去找新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温度计 我们看看市场里面的温度计 那么第一张图呢 其实就是我们说 这是对温度计的一个解释 这个春夏秋冬的解释 那么我们再看第二张图 那么第二张图呢 是反映在三红通道当中 我们可以操作的那些票的 这个有多少 我们看一下周一周二周三 那么现在呢是636只 比昨天的稍微降低一点 也是有一定的 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机会 但这个机会呢比较难把握 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么下一张呢 是我们在354个板块当中呢 我们发现啊 到今天为止 是昨天是62个 今天呢是65个板块 占18.4% 这个板块里面呢 我们看有一些啊 进入了三红通道 那么这个呢 是可以去啊 去跟踪到这些的板块 那么其实呢 在这里呢 我也带给大家一个板块啊 就是首先一点 我们说一下这个 之前一直在说的 这个汽车板块 那么汽车板块呢 确实啊 就像刚才阿丁说的 它已经是有一个见顶信号了 但是呢 这里面呢 我们说还是要 我个人理解就是 它里面还是等调整完成之后呢 会有一些啊 新能源汽车里面 还是有一些细分行业的啊 这个机会在里面 这个是等调下来之后 再去跟踪 那我今天要要说的这个板块呢 就是我们的啊 半导体芯片 我们看到有一天啊 突然之间半导体芯片 一下子大涨 对吧 甚至于整个板块差不多涨停 后来就开始连续回落 但是这个板块呢 我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电子板块的 这个整体三季度的 同比的啊 这个持续性在增加 其中呢 它的这个啊 有一些帧数的领先啊 所有的板块 那么包括这个 这个IC的这个设计板块 增加了啊 增长了41.5% 啊 环比是增长了31% 创用了一个历史新高 啊 随着三季度 我们说疫情稳定啊 下游这个需求改善 那么在业绩高增长的 这个同时呢 啊 我们说 给予未来的行业景气度呢 带来一定的乐观的信心啊 那么在我们这个产业链啊 供应链还存在一定不足的情况下呢 而我们 所有的政策 应该还会继续扶持这个板块 因此呢 大力的打造啊 这个自主可控啊 安全可靠啊 等等这些产业链和这个供应链 所以呢 这个板块呢 是值得我们去持续的跟踪 哪怕它有回踩 等待它回踩的低息机会 是这样的 确实啊 对于芯片板块来说呢 毫无疑问啊 是属于短板行业啊 短板行业呢 要着力打造啊 一个应该说把短板补齐要有备份啊 那么这里任重道远啊 所以市场的一个机会应该还会继续有啊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阿丁啊 听听阿丁刚才说的折返跑啊 折返跑的一个特点 如何把握好啊 那操作好 那市场机会就会更多啊 来听听阿丁的看法 好的 就像老袁刚才说的 这种极端的折返跑行情是非常消耗体力的 包括您看盘的经历 包括您的那个资金的运作 那么应对这种就是极端的行情 那么我个人认为是应该是 首先应该控制总仓位 仓位控制在半仓左右 滚动操作 因为我们看见市场的成交量 在周一放了一万亿以后 开始连续萎缩了 那么以后再上一万亿的机会多不多 我认为在这个箱体震荡中也是不多的 市场还是存量资金的运作 我们也看见了 你像今天下跌的板块 煤炭石油土木工程保险 恰恰是昨天上涨的板块 那么说明板块的持续度还是很差 折返跑行经的那个特征非常明显 有的个股有的科技个股 弹性大的科技个股 这两天上下波动20%的振幅 如果你把握不好一个高抛的那个抛点 和一个低买的区域 就是很容易做反 两头都做反 那么板块还是就是 我个人就是认识一个字 卖跌 绝不最高 你像星期一那种大涨 我们不是说说事后话 就是不应该最高的 还是买板块的调整 就是目前估值较高的品种 我们还是尽量回避一下 第一个板块没有持续性 第二个像这种市场那个 个股大幅震荡的那个局面 确实不好把握 那么如果您不适应这种 来回折返的行情 休息一下也是可以 股票倒不是能天天做的 还是自己看清了以后 等市场明朗以后再做 那么这是近期的操作策略 和大家交流 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心得 一定是买跌不要追涨 买板块和个股的调整 那么关于那个后市 关注的方向 我今天还是和大家交流 就是重点的交流一下 医疗美容行业 医疗美容行业已经陆陆续续 跟大家交流了一个多月了 那么在这一个多月 在弱势市场中 这个板块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包括今天 医美行业也上榜了 其中的个股也表现不错 那么它的逻辑 就是它行业高增长的逻辑 并没有改变 我们看见三级报以后 医疗美容这一块行业 它的毛利率是高得惊人的 而且大家可以放心的是 就是医疗美容行业 它不受国家集裁的影响 因为上周那个心脏自家集裁以后 对相关的企业 以后的利润带来大幅的下降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医疗美容行业 我特别注重它的细分行业 就是脸部美容 很多医疗美容行业 你像做玻尿酸的 它现在也开始做美容产品 就是护肤品 各种化妆品 昨天我看了双十一的数据 相关的上市公司的化妆品 卖得非常好 都卖断货了 所以这个行业 在它行业高增长的逻辑 没有改变之前 中期看好 但是这个板块目前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略微高一点 先不要追高 还是等它的调整 有调整我认为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积极介入的 中期看好 就是好产品 要趁双十一的时候下手 股票也一样 打折的时候 打折的时候 下跌的时候 我们再去买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刚才也和大家交流了 明天可能看一个反弹 那么短线反弹 关注什么品种呢 那么毫无疑问 就是高弹性的品种 你不要去买超级大盘股 大盘反弹 比如说反正三个点 它只反弹一个点 买高弹性的科技品种 那么像那个芯片半导体 是短线强反弹的 一个不错的品种 而且这两天 有很多芯片板块的个股 挣幅都在20% 甚至两天 这两天 周二一直到今天 下跌15%的也有 那么正好股价打折了嘛 那么你为什么 你既然双十一 商品打折 你很有兴趣 你花血本去买 那么股票打折 下跌我认为 就是时候风险的释放 短线可以关注芯片半导体 结合航行 芯片半导体这款 我是作为一个 短线思维进行操作 好 两位是把对行情的看法 都跟我们做了一个交流 也确实 现阶段的 刚才阿丁提到了 医美行业 在这个双十一的一个 节日当中 发现这个数据很不错 那我想对于好多投资者 你也要看看身边的一些事物 往往有的时候 身边的一些东西 草根调研 你能够有一手资料 你买了以后呢 可能你持股的一个信心 会不一样 当然对股价来说 也要趁着双十一 打折的说 要下手 好 不多说 接下来呢 另外一位厂外嘉宾等级了 我们请出张继能 听听张继能 对今天这样的一颗十字心 他怎么分析 来有请 短期市场仍有整个动力 中期的话 上阵指数 有挑战3400点的这个能力 但在3400点之上的空间 依然是比较的有限 当前排面那一些 金钱绝对涨幅比较大的公司 会后期出现比较明显的回调 尤其是在他们业绩兑现之后 所以从操作上 我目前关注的是一些 在相对低位的这样一些板块 包括像航空 还有油腹类的这样的一些行业 我是分第一期进行一个布局 然后的话中期进行个持有 好 谢谢张继能 短期还是有整顾的一个动力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有看头 来了板块要请出姚中元了 那今天的一个市场 相比昨天相比前天 应该说好多了 市场是有一个 止跌期吻的一个过程 那止跌期吻当中 我们该关注哪些 我们来听听姚中元 是怎么思考的 不要忘了拿起你的手机 上位按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可以和有看头来的讲师 获得更多的一个联系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姚中元 好的 欢迎大家收看 有看头 行情走的是不温不火 有如温吞水一样 不过在这个位置当中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号 在今天震荡环境当中出现了 值得我们去做留意 那我们还是直接来看 今天的第一张PPT 在今天市场震荡的背后 有一个现象 就是超跌类的个股 纷纷出现了一个拉升大涨 那么这个当中 我们也做了一个统计 在今天涨停板的幅度上 有将近于一大半的个股 都是来自于10元以下的 低位低价类个股 这也说明这个位置当中 一些低位低价个股的超跌反弹 正在逐步的开启 这个观点和我们厂内嘉宾 丁文明老师的观点 是非常一致的 那在这个当中 我们在统计当中发现 有一些内容当中的个股 走得非常相似 这些个股超跌的背后 它的一个逻辑 就是在我们从左侧的 这张图当中看到 前期有一波快速的下刹 下刹之后出现了缩量 缩量之后随之股价出现了 一个相对波动非常小的 横盘震荡 但波动完横盘震荡之后 在这两天迎来超跌反弹的 资金关注之后 这些个股都纷纷出现了拉伸 而这些个股的背后 从指标和资金角度 走势也非常相近 MACD的位置 从前期的零轴下方 非常深的地方 逐渐往零轴靠拢 并且在横盘震荡的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一些机构资金在这个下面 埋伏非常深 连续出现了净流入 直到今天出现了快速的拉伸 那么我们也运用 这样的一个短期的 这样一个现象 和这样的一个模型 做了个对比 的确市场当中 还有很多低位低价个股 还没有出现 快速的拉伸阶段 我们从右侧的这张图当中 也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样一个品种 和左侧的走势 是非常相近的 前期同样的一波快速下跌 下跌之后 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反弹 进入到一个横盘震荡 随后在今天出现了 温和的价升量增 同样的下方MACD的位置 接近临轴附近 再次多头阶段 金插状态 那么下方的机构资金 你也可以很明确地看到 和左侧这张图 是几乎完全一致的 横盘震荡过程当中 机构连续流入 这就是我们市场当中 这两天出现了一个 超跌之后的 有许多低位低价个股 启动的这样一个现象和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也把市场当中 超跌类个股的 这些名单给梳理出来了 那这些名单呢 你也可以通过 今天扫门屏幕下方 二维码来免费的领取 来关注一下市场当中 在短期超跌类个股 是不是能够一个 形成有效的持续性 来作为短期的机会关注 那除了超跌类的这些品种 还有一些板块 是值得我们去做 重点的留意的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在这两天节目当中 我们跟大家去持续讲了 像银行和化仙这两大板块 原因很简单 机构资金的关注度 是非常的高 从银行板块来讲 前期我第一次 跟大家去讲的时候 当时北向资金的 进仓程度是在74个亿 但是在经过几天之后 你可以看到 北向资金在银行板块内的 重仓程度达到了 惊人的97个亿 那你说这个位置当中 它会不会进一步往上拉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银行板块今天 虽然是出现了缩量的调整 但是很明显一点 北向资金在这个当中 连续的进仓 那这个位置当中 如果出现调整 它调整的幅度也不会升 毕竟这么大的资金体量 在这样一个重仓板块当中 它后面的机会 相信肯定会继续往上涨 而化仙板块 我们前两天讲完之后 这两天依然是在 今天逆势创新高 那这个板块呢 我们觉得 如果你已经在这些板块内 继续持股待涨即可 那如果说 等到它拉升的时候 再去追的话 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所以这些板块的操作 还是要逢节奏去进行捕捉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聊一个 我们今天主板和创业板当中的对比 来看下面一张PPT 那今天主板可以说 虽然三连音的走势出现了 但是这个三连音 我们从近距离看的话 前期的高点下来 正好是打到了前期下降通道的 突破之后回踩位 出现了一根下影针 那这个位置当中 依然是在突破之后 回踩的节奏当中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 向下趋势的破位的信号 而创业板当中我们也知道 前面也有很多嘉宾聊过 这个位置当中 正好是在上涨通道内 或许这个地方反弹之后 依然是会有震荡 但是这个当中 依然是关注到 主板当中的一些核心机会 好的 那今天的技术讲解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面把时间交还给老袁 好 欢迎回来 今天上证指数 收了一个数量的一个十字星 是不是一个止跌的一个信号 那我想这非常重要 关乎到我们的操作 那今天刚才我们跟厂内厂外 四位嘉宾 已经对这个问题 做出了一个回答 我们的观众 你们是如何选择的呢 我们稍时休息 马上回来揭晓单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内部消息 利好 快买进 我哥说 公司放弃重组 快买出 我买出 放弃重组 我买出 真假消息 不如看透行情更安心 九方志投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大家好 今天将会把我们在实战中 经常使用的短线操盘系统 三根均线买卖法 送给大家 只要扫描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领取上手使用 三根均线买卖法通过 五日 十三日 二十一日 三根均线 轻松教会大家 短线股票的买入卖出 及持仓思路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抓住 低位上涨拉升的股票 你不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炒股的指标虽然不少 但是适合自己的短线操盘系统 却少之又少 三根均线买卖法 区别于传统的 五 十 二十日均线 参照菲伯拉切数列 对指标进行修正 并通过大量实战案例 视频教学等方式 系统帮助大家 构建自己的短线买卖模型 严格执行 把握机会 现在扫描二维码 立即上手使用吧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九方之头 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本节目由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欢迎来到微信联联看 如何根据开盘预测后市的走势呢 一起来看看微信平台上网友的留言 首先要确认开盘的性质 相对于前收盘而言 高开和低开表明了市场人气的强弱 如果高开不多 说明多空都无情绪 如果在底部突然高开 并且是幅度较大 常常是多空力量 发生根本性逆转的时候 因此回档时反而是建仓的机会 反之若在大势以上涨较多时 发生大幅跳空高开 则是多方力量极致的表现 是短线需要兑现的时候 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观众朋友们 来到咱们的微信平台 发表您对于市场的看法 接着请袁建新为我们揭晓 今天微信的投票结果 好 欢迎回来 关于上证指数 收了一个数量的一个十字星 到底是不是一个 企稳的一个信号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观众是如何选择的 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的 那有47%的观众选择了这个选项 那回过头来说 剩下的53%就认为 这不是一个期稳的一个信号 那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差距 也反映出今天为什么收拾自信了 差不多一半的人觉得是 只该指跌了 有一半的人为没有指跌 所以上下来回震荡 符合这样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这个是对嘉宾观点的一个支持度 我看了一下 是温宁海更高一些 再来看一下股民的一个留言 第一位说 今天市场整体基调是修复 但回暖过程中带着分歧 好在尾盘抄底资金进场抢筹又回拉了 起稳的迹象特别明显 如果晚上外围进一步回暖的话 市场有望重拾声势 这是第一位 第二位说 从量能来看 今天又是缩量了 当市场一根大阳线出现 不能够连续高举高达 反而开始大跌之后 对市场的人气打击是比较大的 一时间多头再组织有效的大幅反弹 是不太现实的 所以指数将继续维持落势震荡的一个走势 一位是认为落势震荡继续保持 另外一位认为奇稳的迹象特别明显 但是同时要晚上还得睡觉的时候 睁一睁眼睛 看看外围市场会不会进一步的回暖 也太累一点 好了我们稍时休息后 要回到明日抢先报 看看技术上今天上证指数的这颗十字心 到底如何来看待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本节目由冠商员蜂蜜 联合赞助播出 王哥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都是有讲究的 你是真该学一下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就可以领取关键点位买卖法 炒股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你买卖不定的时候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今天送给大家这套智能炒股系统 多空电波 是一款辨别买卖利于决策的交易系统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 当底部出现红色时 表示空头动能大概率减弱 多头出现积极信号 可以开始关注 股价上涨 在高位区域出现绿色 这是空头预警信号 要懂得规避风险 现在想要了解的朋友 可以扫描下方二维码 就能到手使用了 3000多只股票 都能轻松判断买卖信号 同时配套了强势买点战法 配合多空电波 寻找强势品种发出的启动信号 按理分析 跟盘操作 掌握属于自己的操盘系统 现在扫码领取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股民 都能轻松上手使用 看准机会 轻松交易 快来领取你的交易利器吧 灌生源蜂蜜 严选 优质蜜源 五重清细过滤 六十九项安全检测 封闭式管道化操作 安心好蜜 灌生源蜂蜜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古论经节目 张老师选策略挑股票 就上九方之头 本节目由灌生源蜂蜜 联合赞助播出 灌生源蜂蜜 安心好蜜 健康投资 在周五的操作当中 我们该注意哪些领先指标呢 接着就跟随袁健新 进入到明日抢先报 好 欢迎回来 我们从上证指数开始 那么今天是高开震荡 出现了一个回落的走势 盘中是触及到了 上方的五日均线 但是很遗憾 没有能够拿下 收了一个数量的阴十字星的一个K线 阴十字K线 后市仍将考验下方的六十日均线 就是这根绿色的六十日均线 以及下方的这里有一个缺口 然后这里也有一个缺口 这两个缺口 下一阶段有可能会进行一个考验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说 越多周多日转空的一个趋势 是仍然要保持谨慎的 明天的一个参考波动区间 3314到3354点 那回过头来 我刚才在开场白当中提到的 8月5号的这根K线 在哪里呢 是在这里 这根K线当时的一个下影线 最低的位置就是3333点 此后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 一直在3333点上下来回震荡 包括这里跌破了 再来回抽确认 再度往下没有跌升 又回到这个位置 甚至这里呢 还超过那么一点点 那么现在呢 又回到了这个上方 今天最低是3329点 收盘是3338点 似乎又回到了这个区域 恐怕这个区域的一个争夺 还要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分出胜负 好在现在均线系统呢 主要还是偏多头的一个氛围 所以我想正段一段时间以后 关键取决于成交量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是上升指数 再来看看创业版 创业版呢 今天同样是跳空高开 两度挑战上方的20日均线 但是非常遗憾 一直没有能够有力的站稳 午后呢 使横盘震荡 齐稳在30日均线上方 就这根30日均线 收了一个数量的英识之心 止跌结构 目前尚未完成 需要继续整顾 从趋势的一个角度 它比上升指数 走得更弱一些 越多周多日空的一个趋势 要保持观望 参考的波动区间 2685到2719点 其实如果从趋势的一个角度来看呢 在这里呢 我们也可以画一根趋势线 目前呢 是将将好在趋势线的一个附近 但是从K线的一个形态 包括这前面几根 一起来看的话呢 跟这里有点相似 同样是一根重要的一个均线 这里呢 是30日均线 同样在这个位置是前面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跌 今天呢 是一个十字星 只不过呢 一个是红 一个是绿 而已 没有多大的一个区别 所以接下来的关键是明后天 能不能在这个重要的一个均线上方齐稳 一旦这个均线射手的话 很快想考验下方的60日均线 所以这两根均线是近期必须要防守的 这是明日抢先报的一个内容 我们稍息休息后 再回到场内来请出两位嘉宾 来聊聊 接下来明天包括下周 如何操作 来 本节目由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之头独家冠名 加值一算 今日要抛低 海货业 今日一开盘 不要动啊 男人生的股神 还是要靠学习的精神 求我的 求我的 九方之头 实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几家精装双十一活动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大家带来双十一的特别优惠 十一大 郑里好太太的电动量赢价值三千五百元 养安泰的房道门一套 还有一百多年历史的背囊智能马桶盖 全屋智能化系统总价是两万八千元 除了我们十一大宗礼之外还有什么优惠吗 说到双十一肯定是不止一个十一嘛 针对我们这一场活动的客户 十一大宗礼升级 就是真正的给予客户的真正的一个生活品质提高 说到这一点木门 很多客户其实对木门竞赢很重要 那我们所优选的欧派的三千九百八十元 这个免费升级 涂料关系了什么环保 优选到的左顿的这个非常环保的涂料 给予客户一个升级 哇 这一次双十一双倍优惠 真的力度非常的大 特别特别 感兴趣的客户 请抓紧拨打我们的屏幕下方的电话 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赶紧过来详细咨询吧 老辣 度一份陪伴 防止家人踏入陷阱 风凡非法几字 学我们每个人尽忠尝瘾 博士千万家 有博才有家 博士家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股票太难了 赚到哪只买哪只 涨点吧涨点吧 搁不搁 炒股怎能靠运气 自己有实力 炒股更理性 九峰之头是战派股票学习品牌 好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市场的一个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市场目前主要都是绿盘 只有阿姆斯特丹是红盘 是涨了0.49% 此外美股的三个股指期货 现在是两个绿的 两个下跌 一个上涨 上涨的是纳指100 涨了不多 0.39% 因为隔夜我可以看到 那斯达克指数是涨了2.01% 其他两个指数呢 涨幅不大或者是小幅下跌的一个状态 好了回到场内 我们来请出两位嘉宾来聊一聊 接下来最近段时间 该怎么操作可能更好 我们先请出为您喊 来有请 好的老远 那么其实呢 那最近的操作呢 包括我自己在内呢 都感觉到这个比较的辛苦啊 也比较的这个无奈 那么就像刚才阿丁说 这个折返跑的这个力度太凶了啊 那我怎么防范呢 其实我呢是第一 我的每次反弹我都要看成交量 那么现在都知道是存量资金了 那么我上次来说呢 是这个十个杯子五个盖子 老远说太少了 那我十个杯子七个盖子吧 对不对 那其实呢就是资金往哪去 哪才有一定机会 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其实啊要我个人的这个 我是结合啊 这个小 如果是折返跑的话 我就结合小周期 那么我这里呢 这个介绍一个小方法 那么其实呢 我们是多看一些这个60分钟 我个人就喜欢看60分钟 然后120分钟 这两个小周期呢 如果它的共振 它如果是共振向上的话 那么它确定的这里有一波小反弹 如果它共振向下的话呢 那确定这里有一波这个小回落 那我的操作呢 就是我控制半仓 然后呢 用三加二的模式都可以啊 就去做这些啊 这个低吸和这个高抛的这个小波段 那么除非等日线级别的调整 全部完成了 它有一个拐头信号 那我之前讲了周线也向上 月线也向上 现在就等的是日线级别 它能够向上 如果一旦日线级别 也向上了 而且下面有配合量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确定 又有一波行情来了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一看量 第二看两个周期的共振 那么这是一个方法 是这样 好啊 谢谢温宁函 那么这次呢 总算多了两个盖子了啊 可能好一点啊 但回过头来讲呢 还是注重小周期 对市场的一个影响啊 分时节别的啊 60分钟 120分钟啊 那接下来我们请抓丁伟明啊 听听丁伟明接下来 这一阶段啊 折返跑啊 还是要如何把握啊 我个人觉得就是在这里 还是应该降低一下操作频率 如果对自己的短线感觉不好 假如说明天市场会有短线反弹 而如果你那个短线感觉不好的 像这种级别的短线反弹 放弃也放弃也没事 因为市场还是相提震荡 那么如果您短线感觉好的 那么参与一下高弹性的品种 比如说一些科技品种 但一定是就是短平快的思维 因为目前的包括科技板块 其实科技板块大家都知道 走了两波行情吧 19年一波 今年又是一波 那么两年很多科技个股 还是在两年的高位 经过了前期的一段调整 你说调整很充分了吧 我也不认为 这里就是短线 搏一下可以 但千万不要恋战 等整个就是我们刚才 在节目中介绍 整个箱体震荡结束之后 那么才是重仓布局的时候 目前还是我个人的看法 包括我自己的那个看法也是 降低一下操作频率 降低一下自己对个股的盈利预期 那这个降低操作频率 是持仓降低呢 还是持币来 币家新选进博好物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现在就可以在SMG旗下 内容电商币家商城 订购我们为您精选的进博好物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来自于林内的燃气日记 说到林内这个品牌 100年的历史了 而且跟上海燃气集团 有非常强的合作关系 所以它不仅仅是您放心的代表 更是您舒适的代表 首先看外观 整体的外观非常非常的干净 大大的LED显示屏 逐度增加的温度 让大家调节温度 可以非常非常的放心 更重要的一点是 在这边我们还有一个 节能的echo键 这个按键可以让大家 更好的更节约的 让我们来使用这款燃气日记 接下来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今天的林内燃气日记 的六大特点 首先有政府 一摄氏组的恒温系统 让我们的温度调节 更加的符合您需要沐浴的温度 无氧酮的热燃交换器 让我们整个的燃烧更加的充分 而我们的煤气到热水 也可以更加更加的快捷 水气双调技术 水和煤气双向调节 让我们的温度更加的肯定 一样化碳的防止超标 在秋冬天防止燃气泄漏 正压燃烧系统 防止在台风天 我们的废气泄漏 以及我们的echo节能模式 无论是冬天还是在夏天 您都可以根据试温 由它来进行投机 原来的价格是4,180块钱 无论我们是在很多的线下渠道 或者说是在一些我们的订购渠道 都是这个样子的 而我们今天的价格 2,498块钱 你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相当于是给大家 打到了一个对折的优惠 最后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B家精选进国好物 林内燃气热气就在今天 2,498块钱 赶紧小瞄屏幕下放的二维码 在B家商城来订购吧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公司与行业 我是英科 在上海问候各位 首先还是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到场的三位嘉宾 他们分别是坐在我右手册的赵席 欢迎您 吴文厂还有李晨 欢迎各位 好的 我们先来看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 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 今天上午在上海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习近平表示 要抓住机遇城市而上 努力成为更高水平 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排头兵 彰显四个自信的实践范例 更好向世界展示 中国理念 中国精神 中国道路